以后找一个爱你的女士 谢谢 二男说得多好 爱情里边要有信任 爱情里边更要有自信 小伙子 你稍稍欠缺了一点自信 我觉得今天对小伙子来说 是一个经历 可能在登上舞台之前 我感觉你对自己都是不自信的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 那刚才 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从哪来那天 我就没心说 自己能找一个 说能带回家去 我怕我长得不帅 我怕他离开我 我现在就是一块玻璃 我不想再洗碎了我的心 我告诉你小伙子 你根本不是一块玻璃 尤其你不是一块洗碎的玻璃 如果要是 你也是一个反颤着阳光 让阳光能反射无限光芒 这样的一块玻璃 知道为什么吗 在你这个年纪 靠自己辛苦的劳动 去捡破烂给父母 交上了养老保险 有几个年轻人能做到的 孝顺自不必说 你的这种自立 你的这种要强 你的这种 把父母装在心里的这种孝心 不值得骄傲吗 不值得你自信吗 一个对自己父母好的男人 一定也会对自己的老婆孩子负责任 也会对他们好的 女孩们能算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有自信 拿出自信来 你是内蒙古小伙子 应该怎么样 自信 挺起心脏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 掌声送给这个自信的小伙子 加油